南大館是主委比較比較欠款的地方 相對好理團體的組織主委也比較欠款 竟然欠款的就是專業的支持 所以南大館政府 這次是特別等管理會有關 基本為期一個位 新生障礙機構 和團體共和服務能力 專業婚姻結業 希望這次來重視相關人員的 地上專業和事務經驗 最主要是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研習 讓平常在服務身經障礙朋友的 這些專業人員 他們能夠不斷的在 專業能力跟概念方面 能夠不斷的自我提升 所以我們這一次所舉辦的課程的內容 含概念非常的廣 包括法律方面 社會層面的 還有身心障礙朋友 或者是專業人員 一種自我的了解 自我的認識跟自我的提升 這次連一個月份 除了有安排相關的法律 管理以及專業能力提升的課程以外 也將安排到外觀市的 好利丹尾參訪 或是去收他人的經驗 以達到經驗團成 跟互相支持的效果 我們的目的無非就是希望 在我們南投縣內 因為我們的身心障礙朋友 為數也眾多 加上我們南投的各項資源 也比較欠缺 在有限的人力跟資源的情況之下 每一位身心障礙服務的專業人員 他們都能夠發揮 他們擁有的專業的能力跟戰鬥力 能夠讓我們整個南投的 身心障礙朋友 受到比較妥善的照顧 南投管政府社會出基礎 希望透過分年確定的基盤 讓管理的社會團體 等工作上能夠優秀幫助 也希望分年基幹 每一位單位能夠向上分享經驗 讓身上專業人員 能夠成為身上朋友 最好的生活者 記者出口看 查詢報道